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字根 JECT,對,那你可以看到它沒有變形 那它解釋是THROW,那中文就是頭或扔子的意思 對,那你EJECT,我們這個記憶救星,E是EX的變形 那它變成什麼,合在一起變成THROWOUT 就是把什麼東西丟出去 那你看它中文解釋是不是就在概念說排出吐出 那其實就是把什麼東西THROWOUT 那EJECT的相反就是什麼 E,這相反是IN,對,那一個是往外,一個是往內 那注射的話是不是把你這一些要注射了,往你身體裡面注入 所以它是什麼,把它THROW IN,就剛剛好跟這個EJECT相反 那底下這個REJECT,RE,我們知道它的字首是什麼 它有往回的意思,BACK 對,那THROW BACK,你說這跟拒絕有什麼關係 那你就可以想像說,如果你有一個喜歡的女生,你送她一束花 對,那她如果不喜歡你 那她覺得說,你為什麼要送我花 她是不是就把你的花丟回來 對,那是不是就有這個什麼 丟回來,THROW BACK 那這個代表意向是不是就是什麼 它拒絕了你 那右邊這邊的話 PROJECT,這個的話 它是名詞,所以念PROJECT 中音在第一音節 那如果是當動詞的話 因為它動名詞,啊,長得一樣 是PROJECT,中音在第二音節 那這一邊的話,計畫是什麼 計畫是不是就有PROPRO,這個FORWARD FORWARD THROW 就是因為你還沒有 開始真的做 你只是想要 先在紙上談兵嘛 所以你是不是有 就說我先 把未來 有可能會發生事情 我該怎麼辦 都先什麼 計畫好 那最底下這個 INTERJECT 是什麼 插嘴的意思 因為 INTER有 BETWEEN的意思 所以,譬如說,啊,兩個人 他們在講話 那你突然插進去 他們把他講得很好,你突然插進去 啊,這樣子是不是就有感覺 就說你把你自己 丟到他們兩個之中 把他們的對話給 什麼 插斷了 打斷了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